向往的生活6 最近放出了不少幕后花絮 网传也已定当4月底上线 大家都希望蘑菇屋一家这一次在海边依然可以玩得开开心心的 在新一期开播在即 四姐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往期记忆最深的三个桥段 张艺兴和杨子 绯闻女友初见面 张艺兴接上刚下船的杨子 瞬间就尴尬了 最后还是没忍住笑了笑说 杨子老师 我的绯闻女友 到了晚上 更大的乌龙来了 张艺兴和杨子撞睡衣了 哈哈哈 安排都没这么巧的事 就发生在这个对绯闻CP身上了 张艺兴赶紧给团队打电话 杨子连忙换了睡衣 任嘉伦和谭松韵 我们对悄悄都有就误会 谭松韵那个吃 越转越近 四姐都羡慕了 吃这么多还这么瘦 还是人吗 这就是体验生活 不体验怎么能把剧拍好 生活虽然辛苦 但努力了还可以再努力 那碎碎刀刀的 和国超文集1.0写作手法完全一致 黄老师 总想砍点什么 紫峰妹妹的荧幕出文来了 哥哥彭玉唱 道小壮 就是他 就是他亲了妹妹 黄老师听了 晃了晃手中的刀 总想砍点什么 哈哈哈 不知道紫峰妹妹的对象 有不有瑟瑟发抖 其实我就想知道 和燕许家谈恋爱 可以经常见到战战吗 不要骂战战 老阿姨就是问问 问问 老阿姨实在怕连累到战战同学 但没忍住 还是想问而言 向往的生活6 开播在即 快来聊一聊 往期的向往 你记得最清楚的几个桥段 一起期待 一起来聊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